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扯住 有八万精兵住房徐州 八万啊 你就算是八万个馒头 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刘备奉命杰杀了袁术过后 他利用兵服片台的徐州城门 轻松拿下这座城池 得知此事的曹操气得晕厥了过去 只是这一病就是三天 待他苏醒之后 太医随即告诉他 这病平时无大碍 一旦动怒就会突发 随着一段时间的敬仰之后 曹操便率领全部精锐部队 欲要亲自讨伐刘备 然而刘备这边也早有预料 不然他也不敢与曹操就此决裂 你当真要战吗 战至最后一席 好 刘备只有九万兵马 这还不及曹操的一半 只能凭着坚固的城池死死抵抗 真正能解决危机的 还得是袁绍这边 弥方带着刘备的口信来见许优 只有他能劝说袁绍出兵攻打曹操 实话跟你说吧 我这儿正等着他攻打虚众呢 许优把当下的情况告知袁绍 劝他应当立即出兵攻操 然而袁绍的幼子突换重名 此刻的他无心去顾及军政大事 随后把许优给撵出了银杖 这气得许优不禁怒骂起来 这话自然被袁绍听见 随即命令军事将许优给打了二十军棍 另一边的关羽此时正在镇手下劈承 他手下只有八千将士 但生生拖住了曹军的五万大军 得知徐州城交战震撼 并想率领两千骑兵前去袭绕 却被监军孙前阻拦 关羽自知其中厉害关系 只得就此作罢 另一边的弥方 带着袁绍无心出兵的消息回到徐州城 这让刘备也是不解 曹操把徐州围得像铁桶一般 也是怎么进场的 激战数日的曹操撤军三十里开外 这让刘备察觉到了战机 看来曹操连日攻城 伤亡惨重 这是想休息调查 养族军力以立再战 其实这只是曹操洋装颓势的假象 眼看袁绍指望不上 一旦让曹操缓过气来 徐州逼迫无疑 于是只好带着一丝侥幸心理 刘备于深夜突袭曹操的大营 然而当大军深入营中 这才发现里面安静的出奇 士兵在营帐四下寻找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刘备这才知道自己是中警 然而此时反应过来已经为十万人 曹操早就在此设下了陷阱 这让刘备的兵马损失惨断 这时曹仁带着精锐从暗中杀出 为了保护刘备安全脱离 张飞和赵云留下来断后 刘备则是带着一部分人马脱离了包围圈 但追捕仍然是死追不放 直至刘备逃至一处山坡 加上战马已经无力奔袭 落此绝境的刘备心如死灰 在他要自己了断之际 一道声音却是突然响起 原来是许优带着军队来到了这里 刘备对许优的到来很是惊讶 然而眼下徐周已经被攻陷 曹操早就回防了许昌 于是建议许优打道回府 因为此时的战机已经没了 刘备此时已无去处 只好跟随许优暂时投奔于袁绍的帐下 但他似乎忘记了下批城还有关羽 曹操知道关羽的忠意 如果一旦强行攻城 关羽必将战死 为了能将关羽收入帐下 于是派遣几名伪装的士兵混进城内 并故意谎报刘备的情况 得知刘备和张飞正被围困于山头 关羽便再也坐不住了 随即带领一队人马前往支援 到了指定点才知道是曹操的陷阱 然而曹军却是为而不打 并派大将张辽前来会谈 喝下这壶酒 得知刘备生死不明 关羽本想一死了之 但想到被曹操俘获的两位嫂夫人 他不得不听从建议答应归顺 但关羽也提出了要求 曹操认为刘备或许已经死了 于是痛快答应关羽的条件 这才收下了关羽这名猛将 为了感化关羽 曹操在衣食住行上 给关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就连自己吃的好吃的 也不忘给关羽送一份 这把跟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 都看红了眼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当年吕布坐下的赤兔马 曹操也一并送给了关羽 这是他儿子曹丕 求了两年也得不到的保物 关羽对此确实深受感动 收到如此保物 仍不忘兄长刘备 曹操表面看似高兴 待关羽离开之后 他便气得头痛病再犯 曾凯的将士欲要追赶击杀关羽 却是被曹操阻拦 你们听着 关羽的忠意堪称重将之楷模 我宁肯 他以我为敌 也舍不得杀他 直至夜晚时分 张辽来到关羽府上 面对关羽能否真正留在曹营 这一切全在刘备身上 于是假设刘备真的生死怎么办 而关羽则是站起来思虑了片刻 只是短短一句话 就把关羽的忠意演义的淋漓尽致 而刘备此事客居在袁绍杖下 由于他主张攻打曹操 这才让摇摆不定的袁绍下定决心 并轻率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 然而刚交战就让曹操折损了两名大将 这让曹操不得不动用关羽这尊战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